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大家好 我們起來關心今天的天氣 今天南部依然有雨勢 不過減緩了一些 之前這個颱風巴比倫 通過之後帶來的西南風 加上本地的環流引發一些水氣 現在來說的話緩了一點點 但是還是有 北部雲量比較多 還是有點炎熱 那今天比較特別的是 在關島附近有個低壓 前幾天就一直在發展當中 現在正式被命名為熱帶氣低氣壓 可能在未來一到兩天內 就會變成今年第八號的颱風 很有可能 那今天的這個雨勢 其實跟昨天相比減緩了一些 但是老實說累積起來雨勢還蠻多的 一波一波會再進來 現在大致上是緩和了 但是有時候又在台灣發展起來 這個就是海陸環流跟這個風對峙 這個是底層的風 有時候這個環流進來就會對峙 沿海附近就有降雨 但是零星很多 但是各地上這個中南部 還是有些短暖性的陣雨 那未來大家一定專心這個颱風 會不會發展 目前來看還要一段時間 不是說這個禮拜有颱風來 不是不是 是下個禮拜 現在來看的話 還是取決於太平洋高壓的位置 如果按照現在各種的預測的位置來看的話 它比較偏北 所以它可能往琉球方向這樣接近 會不會接近到台灣的時間還一段距離 所以這可能是下禮拜的事情 所以請大家呢 還不必過於緊張 因為距離台灣還有2000多公里 還很遠 可能是下禮拜的時候 它會接近到台灣東半部海面 這個時候就要關注太平洋高壓的勢力了 如果太平洋高壓的勢力伸過來 它當然就沿著這個路徑走了 那當然對台灣的影響的機率就會比較大 所以這個現在的都是預測 這個如果拿各種的介紹來看的話 像天女上花一樣 各種的機會都有 所以請大家保持密切關注就可以了 現在各種預測都有它的可行性 像這樣的預測老實說 有可能 但是老實說 我覺得機率還不是很高 我們就事後再觀察 變動度還很高 所以我們這幾天呢 其實中南部呢 還是持續有一些震雨要出現 但是大概在減少當中 中南部還是有一些些減少當中 請大家稍微留意一下 但是大致上雨是減緩的 今天來說的話 各地天氣還不錯 晚上的時候 北部比較悶熱一點點 南部有下雨 明天呢 事實上天氣還是 北部還是一樣熱 中南部相當於多雲到晴 正雨的天氣 東半部呢 則是多雲的天氣 所以大致上呢 天氣是還不錯的 很穩定的 請大家留意後續的發展 關島附近的熱滴 預計明後天成臺的機率是比較高的 中南部也是間區緩慢 北部呢還是高溫炎熱 三區有午後的短暖